那今年呢是我们五月慈爱心系列慈善活动的第二步 我们在前天呢已经捐助了一些物资餐点给老人的长照中心 那接下来第二波第三波呢我们着重在学区方面 那相信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总共再来了150多箱的食物资源 要来支援我们Galby School District是华南加州会员的爱心 赞助一些营养食品给在这个新冠疫情下受到影响的一些家庭 那所以这是我们一个表达我们南加州爱心 以及我们幼无幼极人之幼的一个儒学爱心的表现 那也希望各界呢也可以多多支持您所在的学区 表达我们亚医对这个社区的爱心谢谢 我心里面很感激你们的那个支持 所以就我们大概一个月以前开始这个Family Relief Fund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校区有高过80%的那个我们的家庭 是属于低收入的那个家庭 所以我们知道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 他们的那个经济上的需要很大 我们就希望可以有一些供应给他们 所以我们就开始那个Galby Fund 可是那个到现在我们那个分子到那个六月底 我们就没有那个资金可以再给他们支持 所以看到这么多的那个供应的时候 我心里面真的很感激 感激我们那个你们的那个帮忙 你们的支持跟你们的 partnership 因为就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即时的供应这一百多个家庭 每一个礼拜我们都可以拿那个食物 那个东西给他的家庭 所以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就是在疫情里面 感到那个温暖,感到那个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